全国的投票大家好 我是David高敏章 欢迎来到今天4月6日的股市最前线 节目开始呢 上周David跟他预告 我们要买下一档标股 我也诚挚地邀请全国所有好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预约下一档 还记不记得 全国所有好朋友们 只要您上周有来预约的朋友 David今天只带你买一档股票 等一下我会秀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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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急 我们慢慢聊 但讲这一档股票之前 我们来聊聊 过去这段时间 为什么你看了这个节目 你订阅了这个YouTube频道 David来邀请你预约下一档 你一定会打电话来 或者你又来填写表 但你来预约 理由无他 David讲得非常明确 什么样的族群 什么样的标的 是现阶段最适合你赚大钱的标的 话不多说 我们先看电脑 看看过去这个月发生什么事 来看电脑 还记不记得上一回 David请你来换标股 换标的的同时 我请你买什么 画面上这一档股票是2368的金像店 相信全国所有YouTube的订阅者 您一定有这一档 你一定有 除非你没看过David的节目 不能你一定有 来 这一根长红棒是3月13日 我在3月12日的YouTube节目上 跟你预告 我说如果你有被动文件 如果你有细金元 请你换股票 要换这一档 好 来 镜头先还我一下下 我我们说到说到 我们在3月12日台北股市还在跌的状况下 我请你来换股票 我说我们来试试看 把被动文件 包括合金中美金 环球金这样的标的 或者跟着 这是细金元 把被动文件 国具华星科这些 或者是把细金元 合金中美金这些的 如果您愿意听David一句话 我说我们有机会预补先知啊 赢在这行情还没起涨之前 你就有机会转标股了 我请你换什么 来 全国好朋友们 看David的抗讯 有图有真相 口说无凭吗 来 欢迎朋友们 对抗讯 看我的字卡 3月12日我在节目上给你预告 我要买什么 买一个有机会赚涨停板的股票 对不对 3月13日David请全国好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买 2368金像店 3月13 倒盘9点33分 好 没看错 记好 股价在这里 18.6元 18.6元 好 记得这个数字哦 开盘在18.6元哦 觉得能办买到的哦 来 朋友们 你当天可以赚多少钱 不记得了吗 3月13日的金像店 从18.6到21.85 当天单日 David让全国好朋友们赚了17% 你不信 没关系我们再看看电脑 你看电脑就好 来 黑线 有没有看到价格 低点最低是18.3 对不对 David买18.6 我们买最低点 收盘收最高 我们看到当天收盘收最高 收多少钱 有没有看到 21.85 说在这个最上面 21.85元 这一天是17% 紧接着台北股市 持续向下修正 这一档股票最低 跌到16.17块 David讲过 我根本就没有卖掉 我请你继续买 请你继续买 今天的金像店 股价是27块钱 来到这里 今天的金像店 股价是27元 来 全国好朋友们 这一段有多少 从18块到 你看下盘还是动 现在没收盘 快收盘而已 从18块的金像店 到27块的金像店 涨幅是50% 来 观众朋友 全国Youtube的订阅 好朋友们 David问你 请问你过去这个月 订阅David的频道 我们的价值 我就问你这一句就好了 我请你把背对元件 我们来看 我们来比比看就好了 同样的K线的日期 时间没有变 三月中到现在 你有国具换金像店 国具在这里 有没有涨 有没有涨 被动员的国具有没有涨 一点点 金像店已经飞这么远了 涨50%了 好再看咯 我们慢慢聊 环球金 环球金 矽晶圆的龙头 反弹了不起不到100块 对不对 你看看刚刚的金像店涨多少 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不是只有这些哦 中美金有没有 都没去 其力心 都没去 华兴科 没去 合金 没去 金像店 金像店 涨50% 好 观众朋友们 David现在再问你一句 千金难买早知道 对不对 如果我早早就知道 你跟David一样 我们掌握了一些领先的资讯 您愿不愿意 把手中的持股调整一下 这是过去这个月的时间 你订阅David这个节目 我最常问你的那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把一些比较不动的股票 换到金像店 好那金像店当什么 我相信 迟至今日已经有一大堆的专家跟你分享金像店的故事 但2368金像店为什么David叫你买 还买那么便宜 其实理由无他我们来思考一件事就好 我们一起来全国观众朋友们 全国Youtube订阅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来同步思考一件事就好 肺炎疫情什么时候解决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可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什么 这个肺炎所带来的影响是 人们越来越需要远距离沟通的工具 远端视讯会议 会议对不对 居家工作 宅在家的经济 好 刚刚我们讲到这些现象 正在发生 你需要高档的笔电 你需要更好的伺服器服务 不管你是 老师Google这些的都一样 甚至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些视讯会议的软体 好 观众朋友们 David常跟大家分享 股票市场上有一些人真的先知道 包含David也是 我们来看刚刚那个金像店 那个电脑再换我一下 我们来看一件事 台北股市这一波的低点是三月 三月十九对不对 对不对 我节目上讲过 那很有可能破断低点 金像店从三月初 开始起涨 对不对 加权只是破底 他有修正一点点 再回来 我问大家 他有没有比台北股市强很多 你看前面这一段就好了 有没有比台北股市强很多 强在哪里 金像店主要是公 他是做PCB的 一个就是游戏机的Switch 我讲过很多次 卖到缺货 Switch相关的包括金像店 包括博制 包括建策 全国观众 只要你订阅DavidYouTube 你通通都有 你已经赚过了 好 那David再问你 金像店还有一个东西 你知不知道 他是美国的G牌 一个G开头的公司的主要伺服器的供应商 更正 他供应的不是只有伺服器 是伺服器里面的基板 不是整台 是基板 因为伺服器不能多快 来 你把刚刚David讲的这些故事 全部都融在一起 David问你 我问你 你会不会把被动的一件矽金源 换去金像店 你一定会 你没有看到股价涨之前 你就换了 绝对不需要事后诸葛 股票市场的现实 很写淋淋的 事后诸葛那没有用 要事前跟你讲 要不要去就要跟你讲 请大家把资金通通准备好 挪过去 你赚大钱 好了 话不多说 上星期David一直提醒你 如果你2368金像店 你下不了手了 你买买买了 爱买什么 爱买什么 来看我的字卡 我秀给你看买什么 金像店就不再多提 好不好 本正有赚的朋友们 已经赚本天50%了 上星期David花点时间 请你来预约下一档 我请你来填表单 对不对 预约下一档 你有来预约的 请你买什么 来 全国说的好朋友们 只要你来预约的 包括会员 你们通通买这一档 这是今天早盘 David答应过大家是低价股 是低价股 是低价股 有没有 四五十块的股票 对不对 四五十块的股票 开盘 9点零六分 都在这里吧 平盘附近吧 你绝对买得到 这一档股票成交的 平均的日均量 有超过五千张 你一定买得到的 你看他当日的江坡图这种线形 走得这么密 你也知道他量不会太小 股价呢 四十几块五十块 四五十块的股票 人人买得起 这早盘哦 各位朋友们自己对时对价 如果你想猜一下 的话这条件写 这数字是什么 自己猜 试价买进两层 9点零六分 好 我们来看看 一个小时之后涨什么样 现在9点零六 9点零六分 来一个小时之后 台北股市十点钟 它已经快涨停了 它已经快涨停了 你自己看吧 9点零六分 这个时间10点零一分 有没有开始逼近涨停了 有没有逼近涨停 好 这一问题 你觉得我 David 有没有先知道 我早就跟你预告 我要买什么股票了 对不对 上礼拜的节目 你可能还得过清明廉价 休四天 David在上周三 周二节目 我连续预告两天 我说如果2368的金像店 您真的买少了 不小心错过了 你跟我来预约下一档 我把这档送给你 我们说到做到 我今天开盘 还跟所有线上的同仁 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我们用电话一通通通通知大家的 虽然人数有点多 对他们来讲比较辛苦 很感谢他们 好不好 把标股送到你手上 我们说到做到 你再看刚刚那一档 你今天可以赚多少 来看我的字卡 今天这一档你可以赚多少 你买在平盘附近 我们先姑且不论收盘有没有涨 涨7%就好 你买1% 收盘7% 你今天就能赚6% 赚6% 你如果50万进去做 你今天赚多少钱 自己算 那你的沙巴纳 好 那David再问你 万一您昨天上个礼拜 通通没有来预约的 我们今天开放一次 来看我这边 我的测试要写什么 通关密语 对 今天全国好朋友们 看了这个YouTube的节目 不管你是电话拨通也好 还是你直接来填写David的表单也好 通关密语 五个字 我爱掌停板 我爱掌停板 就这五个字就好 我就把这档送给你 想打电话的打电话 不好意思打电话 我们来填表单 David的Line8有表单 我这个YouTube的节目 你旁边把那个卷单拉开 第一行就是表单 来看我的字卡 看我的字卡 麻烦你一样这样先写 然后联络内容这边写 我爱掌停板就好 我爱掌停板 答对这五个字 我爱掌停板 不是预约下一档 预约下来上礼拜的 把这五个字改成我爱掌停板 这样就好 上就好 我表谷这送给你 有钱大家一起赚 好 最后其实是他洗干 金像店 David说可以这么强 因为 有G牌是Google 美国的G牌就Google 另外一个呢 就Switch 金像店是Switch加Google 那David买了这档新的呢 是什么 也是两个 也是两个 一个叫做Bloom Energy 另一个叫做阿里巴巴 故事来到这里就好 还不晓得是哪一档的 我们就直接也不用预约了 我已经买好了 请你来通关密语 告诉David 我爱掌停板就好 你再告诉David 不管是电话拨通也可以 或者YouTube的表单连结填上去也可以 想打电话的赶快打电话 想填表单的填表单 David就把这一档 本周最新的标股 有机会媲美金像店的 大大方方 有钱大家一起赚 David送给你 好不好 那今天4月6号的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就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看这档股票 可不可以像金像店一样 也来个三成四成五成的 我们拭目以待 明天见